嗨大家好,我是坦平叔 等着大家真正的中国 今天是2022年8月27号 这一期咱们聊聊苹果手机 聊一聊苹果 最近关于苹果的新闻还挺多 首先一个 8月25号苹果宣布 秋季新品发布会 将于北京时间9月8日凌晨1点举行 此前华为Mate50系列 及全场景新品秋季发布会 定档在9月6日 这两场发布会相隔近两天 这个全球的高端手机 就是旗舰手机 好像都喜欢9月初发布 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是不是跟房地产一样 什么金酒银食 9月预示着秋天 收获是不是这概念 或许是巧合 那么苹果14和华为Mate50 相隔两天发布会 这个给人感觉 有点那个打擂台的意思 但是从华为这个宣传来看 好像是苹果碰瓷华为 因为华为发布会是9月6号 苹果搞个9月7号 9月8号 这是不是碰瓷嘛 大家在网上可以看到 很多公众号 微信号 还有一些大V 发的内容是一模一样的 关于华为的发布会 这说明什么呢 说明华为的这些公关 水军 正式进入工作状态 我看有很多媒体问 就是在苹果14和华为Mate50之间 你选哪个 你要买哪个 在这里啊 我建议大家要买华为Mate50 为什么呢 道理很简单呢 支持国货 支持华为 咱们要爱国 这个没毛病啊 虽然iPhone14也是中国生产的 但是买华为显得更爱国啊 苹果的总部在美国啊 华为的总部在中国嘛 但是具体的我本人呢 我打算攒钱买苹果14 这个也不矛盾啊 非常的符合 家头老师的这个理论 因为家头老师在美国买了个小房子 一点都不影响他爱国 反过来说 家头老师爱国 也一点都不影响他去美国买房子 那咱们也爱国啊 更不能影响咱们买苹果手机啊 何况苹果手机还是中国生产的 所以根据家头老师的这个理论呢 买苹果手机啊 和这个爱国不矛盾 不影响 甚至啊买苹果手机 显得更爱国 全家都要买苹果手机 当然了 这个是开玩笑的 就是你买苹果手机 还是买华为手机 还是根据个人爱好 根据个人的习惯 你愿意买什么手机 买什么手机 但是我告诉你啊 通过这些数据 你就可以看到啊 消费者是会用缴投票的 就像家头老师一样 他会用缴投票啊 嘴上说什么不重要 但人家你看 头头摸摸跑到美国买几套房 根据2022年上半年 手机市场销售情况啊 中国市场 手机销售量是1.34亿步 暴跌17% 这暴跌17%相当于什么概念呢 就跌掉了一个小米 大家就知道了 这多可怕 就整个中国手机市场 上半年是急剧萎缩啊 比去年通缉相比 下跌了17% 但是呢 另一面 苹果手机销量 不仅没有下跌 反而涨了 在618这一天啊 因为618不是京东的 搞的一个购物节吗 那京东主要是一卖3C啊 手机啊 这些出名的 在618这一天呢 苹果的一个iPhone 11 成了爆款 这一款手机的销量 是剩下所有的 国产品牌手机销量的 总和还要大 这导致什么呢 导致啊 国内手机市场 苹果已经占了20% 将近五分之一 这可是很可怕的 因为苹果是一高端形象 出现在这个消费者面前的 它不像小米 微博 OPPO 那个都是低端机啊 高端机 居然占了20% 是中国人有钱了吗 不是 你要说中国人有钱了 显然不符合事迹 那为什么大家不买低端机 都买了苹果呢 当然了 有人想买高端机 没有了 只有苹果一家 华为 它芯片受美国制裁 它也没有推出新的机型 所以华为啊 这两年 在高端市场 就缺席了 所以高端市场呢 只有苹果一家 华为不是宣传吗 华为跌倒 苹果吃饱吗 那大家不买低端手机 转向买高端手机 这里面啊 主要有这么几个原因 首先一个呢 所谓的低端机啊 实际上都是安卓手机嘛 这个安卓手机 自身就有问题 什么问题呢 我就举个例子 工信部啊 最近啊 组织了一个第三方 检测机构 对啊 酒店餐饮类 未成年人 应用类 等等啊 移动互联网 应用程序就是APP啊 以及第三方开发工具包 就是SDK 进行检查 发现啊 存在侵害用户行为的APP 一共有227款 那工信部啊 就要求这227款APP啊 进行整改 那截止到现在呢 还有47款APP 没有完成整改 那工信部要求 9月5号之前 必须完成 不完成 就要处罚 这47款APP啊 大家可以看一下图表 基本上都是安卓手机的 都是在安卓的应用商店 什么360啊 什么百度手机揍手啊 什么华为啊 小米啊 OPPO啊 这些应用商店下载的 这些APP的问题在哪呢 主要集中在三类 第一类就是强制 频繁过度索取权限 第二类呢 就是违规收集个人信息 第三类呢 就是强制向用户推送广告 一共是227款APP都有问题 这个名单咱们看不到 这227款里面有没有苹果的 咱也不知道 但是呢 剩下的47款还没改正的 基本上全是安卓的 这就可以看出啊 安卓手机 你就想到买了个炸弹了 在这里我要给大家讲一下啊 我以前就组织过开发APP 因为我以前创业 作为一个开发APP的人来说啊 他会把他这款APP 放在不同的应用商店 让用户去下载 否则用户用不了啊 我和不同的商店 我还去做匹配 所以说呢 对于我来说 我苹果的这个APP 华为的APP 小米的APP 我都要去传上去 让用户去下载 我不会开发一个应用啊 说我只传这个安卓手机 苹果手机不传 或者说我只传苹果手机 安卓手机不传 这种比较少啊 只是特例 大部分大众用的这种APP 都是全网全平台的 那问题就来了 同样一个APP 为什么在苹果上面 它就不需要整改 那在安卓上面 它全部要整改呢 当然了 这个APP的开发者 肯定有问题 这个咱们不用多讨论 始作用者 是这些APP的开发者 那问题就来了 作为管理方 对吧 这个各个应用商店 那苹果的应用商店 华为的应用商店 小米的应用商店 都是应用商店 那为什么 苹果能把这事管好 它能够尽可能的杜绝 APP啊 什么乱收费啊 什么违规收集 用户的隐私啊 什么过度索取 用户的权限啊 苹果的APP色道 为什么能够管好 但是这些安卓手机的 这些产商 为什么管不好 这就是个问题所在 安卓的这个APP的生态啊 已经被玩坏了 很难再去约束处理 反过来看苹果呢 因为它是不开放的 非常集中 仅此一家 所以你都得符合它的要求 不符合它的要求 你就擅长不了 没有办法与用户见面 苹果的审核非常严 但是安卓的审核啊 各家跟各家还不一样 各个应用商店 管理它不一样 五花八门 乱七八糟 而且大部分呢 都有灰色空间 这就是为什么 你看工信部一查 出问题的 全是安卓的APP呢 你反过来说 同样一个APP 为什么在苹果上 它就老老实实经营 合规的开发 到了安卓手机上 它就不老实了呢 变成坑蒙拐骗呢 这足以说明 这个安卓的APP的生态圈啊 已经被搞坏了 这就导致用户的 使用体验很差啊 我拿这个手机 不停的给我发广告 谁收得了啊 光还光不了 你看都不知道在哪儿光啊 这是我看得见的啊 看不见的 它把我信息收集走了 它把我的电话簿 都已经拷贝走了 手机的隐私 它全知道了 更有甚者 它能扣你的钱 你每个月莫名其妙的 就得交费 你都不知道点哪了 总之每个月扣你几十块 这种例子比比皆是啊 这种啊 就导致用户啊 对安卓手机 没有办法建立一个信任感 你买的是个手机 还是个手雷呢 这是原因之一 原因之二呢 就是使用寿命 和使用的这种体验 我以前一直说啊 苹果手机 你买来 从你买到你最后用坏 可能它那个流畅性啊 都是没有问题的 一般的苹果手机 用到最后啊 都是电池不行了 换快电池 还能坚持两年 但是安卓手机呢 除了个别的啊 高端机 比如说华为 推出的一些高端手机啊 其他的手机啊 这个流畅性都非常差 用过两年 基本上就不行了 当然了 也有小米 还有微博 他最近 好像这两年 推出的一些机型啊 可能这方面有所改进 但是啊 总体上难以改变用户啊 对这个安卓手机的一个印象 它就是容易卡呀 为什么 因为它里面的程序 还在打架啊 我们看一组数据 这个图啊 显示啊 2011年到2021年 这11年 苹果在中国 一共卖出了3.8亿部手机 这个不是重点啊 重点我们再看 它2011年 就卖出了1000万部手机 2012年呢 卖出了2382万部 逐年增加 这个大家想象一下啊 就2011年买的 2012年买的 这些都是新用户啊 换机的用户比较少 它随着年头越长 越来越多 所以你看到2013年 苹果卖了2500万部 一直到2015年 苹果卖出了5838万部 这是最多的一年 这一年卖的就是iPhone6 iPhone6呢 也是换机的一个高潮 然后2016年开始 就开始慢慢往下降 一直降到2019年 2750万部 2020年又开始回升 2021年到5040万部 大家可以看出来 你看这个轮回 基本上是四五年 那据这个推算啊 iPhone手机的平均换机 大概是四年 平均啊 有人可能一年一换 有人可能五六年一换 那么估算出来的 就是四年它才符合iPhone手机销量的这个波峰 波谷这个曲线 但是安卓手机平均的换机时间到不了四年 顶多两年 换句话说 就是你买一部苹果手机用的时间可能比买一部安卓手机要长一倍 这一方面说明苹果手机的质量寿命比安卓手机要强一点 你要从性价比来说 苹果手机售价平均按七千算 安卓手机呢普通的你按两千算 很多安卓手机用户啊 第一个用了安卓手机 两千块钱呢 它的体验不会太好 加上我刚才说的这些APP给用户造成的负面影响 加上手机的寿命啊 可能两年就换 这样就会导致它什么 它不如再加点钱买个苹果了 这就是为什么今年6月8很多人不买国产手机 买苹果的iPhone11吧 iPhone11不是去年前年的吗 正好打折便宜 可能就五六千块钱 那很多用户啊 本来用安卓的两三千的 咬咬牙买一个iPhone11 它用过四五年 其实价格跟用安卓是差不多的 还少了很多烦恼 少了很多那些违规的APP骚扰 体验也会好一点 这就是为什么用户啊 用脚投票 很多用户他就不买手机了 没钱 那有一部分用户呢 那我再攒一攒 我买个苹果 这就导致安卓手机销量大降 这就是原因呢 这就是为什么苹果手机 它销量没降反而涨了 所以消费者他会用脚去投票 一般啊 你像苹果 它打造的是高端的形象 高端手机 旗舰机嘛 那么呢 它一般的高端产品 在一般的市场 占5%到10% 算到头了 这比较符合市场规律的 像苹果这样占20% 还叫高端 这个是违反市场规律的 就说明什么 说明市场发生变化了 很多网友啊 跟夹头老师是一样的 一面喊着爱国 一面呢 买苹果手机 咱们都差不多啊 身体很诚实啊 另外一个啊 最近市场传闻 苹果啊 要将它的生产线 搬到印度 最新款的iPhone14 要在印度生产 我看了一下啊 确有其事 实际上就是什么呢 就是晚年啊 所有的新品 都是在中国生产 在中国生产顺了之后 而且过了那个敏感期啊 然后呢 再把它转移一部分 到印度生产 这样就会导致 印度生产这个新品啊 比大陆要晚 六个月或者九个月 都是这种规律 实际上就在中国生产 顺了之后 前期的订单稳定了 前期的用户需求 都满足了 后面可能还要增产 要爬坡的时候 这个印度这边的工厂 就要帮上忙了 这个时候 就把很多供应链啊 这个原材料 转移到印度 在印度那边 接着生产 人员也可以转移过去 这样呢 从生产管理角度来说 这是非常合理的 但是呢 今年啊 据说苹果啊 它在中国生产 iPhone14 9月7号就发布 然后呢 11月就要在印度 生产iPhone14 显得比晚了呀 提前了 一般的生产管理的时候 最好不要这么做 因为这么做的话 冒风险 也可能把你原来的计划 打乱了 如果印度那边出点问题 你可能整个的计划 就要调整 这是非常不利于 苹果这个 新机啊 销售的 因为新机销售的 还金时间 可能就是那半年 那半年 销售一结束 后面就这个平台期啊 就是补货 我订单下少了 再补一些 市场还有需求 是这么一个管理方式 所以说 为什么这苹果啊 他们预测非常重要呢 就是我这个iPhone14 到底能卖多少部 这也是个学问啊 你把预测大了 那你背货背多了 那你可能就不赚钱了 你要不要预测小了 你的利润又少了很多 因为你要是按 一亿部背货的话 那你的成本 什么都已经固定在这了 就是一亿部 那么你要今年 卖了一亿 一千万部 那你的一千万部 那个利润是非常高的 因为它的边际成本低啊 因为你一切计划 都是按一亿部去做的 那你多出了那一千万部 那你就利润非常高 如果说 你是按一亿部做的计划 结果你只卖了八千万部 那你这赔的钱也很厉害 那你多了两千万部 都要吃掉你多少利润呢 这个大家肯定都明白 一说就清楚了 所以说 搞生产管理的人呢 对预测这个市场 太重要了 那苹果今年预测 iPhone14是一亿部嘛 那么这一亿部 它要分几个时间段 比如信品发布会 前这个三个月 半年一年 那后面可能就是 扫尾了 长尾 这么一个规律 所以在这不同的时间段 它安排谁来生产 那在前面肯定靠主力啊 就是中国来生产 因为中国晚年啊 中国是稳定啊 不出问题啊 到了后面 这个大头是吃掉了 市场已经满足了 后面是长尾了 让印度来生产 中国呢 准备下一个新品 大家明白 这就是个生产安排 不宜过度解读啊 你看苹果是每年出一个新品 中国先生产 生产半年以后 慢慢转移到印度去 中国就准备下一个新品了 就iPhone15了 你不可能说生产到iPhone14结束 马上生产iPhone15 一般的都不是这么操作的 都是要转移到印度去 这是用生产管理吧 但是呢 苹果这次把它提前了 确实是有问题 问题在哪 问题是苹果认为中国这边供应链 包括生产 可能面临着不可控的因素 不稳定 所以啊 它才冒着风险 提前把这个生产计划 下达到印度去 让印度啊 早一点接手 晚年啊 印度都要轮到明年3月份 才开始生产iPhone14 但是今年呢 11月份就开始生产了 主要是担心中国有不可控因素 这个不可控因素 你说不清楚啊 你要能说得清楚 它就是可控 这因为是说不清楚 所以才叫不可控吧 我们推测啊 有这么几个原因 第一个就是疫情防控 你看中国的疫情防控 谁能说得清楚啊 它到时一拍脑门 静态管理 那你不就完蛋了吗 你说苹果进不起这么折腾呢 它那个新品销售的穿口期 非常重要啊 是吧 就那两个月三个月 你给它折腾一下 静态管理了 整个的计划就跑滩了 那损失就大了 这是第一个啊 第二个呢 停电 你看四川 成都停电 谁能算得到啊 四川重庆这些水电这么发达 就从来没有停过电呢 去年拉扎限电 四川重庆 它也不拉扎限电啊 四川重庆停电 这你也算不到啊 通理啊 就是可能还有其他的地方也停电 谁能知道呢 这一停电 苹果的供应链就会受影响 腐质干就受影响了 还有其他的因素 就让苹果啊 产生了焦虑 苹果这十几年在中国 是逐步加大投入 把全球的供应链都往中国集中 因为中国稳定了 所以中国的这个供应链比重 是占比越来越大 这个大家可能看到数据了 这个苹果的稳定的供应链 供应商大概是200多家吧 还是300家 就中国占了80%了 但是呢 从苹果的角度考虑 这个鸡蛋搁在一个篮子里面 风险太大 你要从中国角度考虑呢 你这个疫情防控 你这个突发灾难的管理 都是有问题 所以人苹果位于抽谋 没有办法 但是你要把它解读成 苹果就搬出中国了 我觉得这个是无稽之谈嘛 没有这道理啊 如果中国稳定 苹果在中国生产 还是最佳选择 这个是毋庸置疑的 苹果选择 把印度共产提前生产 也是迫于无奈 那苹果手机啊 是最担心泄密的 因为JAM的安卓手机厂 都准备抄苹果 对吧 派人搜集苹果的信息 都希望在苹果发布的当天 我也发布一个 跟苹果一模一样的 一家乱争 山寨嘛 所以苹果防得很严的 连工厂里面的工人 对吧 不准带手机进去 不准要保密的 签保密协议 在中国这块管的就非常好 因为中国人好管呢 让你别带手机 对吧 让你签协议 你就签 非常好管 到了印度未必 说不定你这手机的照片啊 你还没生产呢 就已经传出去了 晚年啊 说九个月以后生产 都无所谓了嘛 那手机都已经上市了嘛 现在呢 这就麻烦了 一个保密不好管 第二个呢 你的组织 其他的供应链 都得跟着去印度 他都得做计划 还都得提前 总之这是个复杂的工程 不容易 但是呢 也不能解读 说苹果就把生产业 挪到印度去了 这个可能又非常低 说白了还是竞争嘛 就是你给的条件好 你的稳定 晚年啊 印度啊 他都是生产那些 在中国啊 已经淘汰了的iPhone 印度是主力 印度现在应该是在生产 iPhone X之类的东西 走那个常委行情 满足常委市场的需求 是这样的一个定位 冲锋宣政 主力还是中国 从市场来看啊 大家肯定也知道了 中国市场是苹果的25% 就是苹果25%的手机 是卖给中国了 中国是苹果的最大的市场 可能已经超过美国了 而且还是增长速度最快的 这就是为什么6月8的时候 用户都不买安卓手机 买苹果的 这原因就在这儿 所以苹果它增长的最快啊 中国的市场对苹果来说 那是至关重要的 刚才咱们看了啊 这11年在中国市场 一共卖了3.8亿部手机 如果按每部手机7000块钱算的话 苹果一共卖了2.6万亿 这是多大的一个市场 中国的苹果用户 大概在2亿左右 这2亿的苹果用户 通过苹果的App Store 每年要给苹果贡献多少利润呢 一个人100块钱 就是200亿 所以说中国这么大一市场 苹果敢掉一轻心吗 不可能的 所以说对中国来说 要汲取经验教育 还是要提供一个稳定的 可靠的环境 不能自己啊 自断胳膊 逼得人家想留都留不下来 那就是自食恶果啊 最后我们再看一看到9月8号 看看华为苹果到底谁更叫做 有竞争 对消费者来说是好 只如你买哪个手机 跟住个人喜好 好 这期节目 咱们就聊到这里 感谢大家收看 如果喜欢我的节目 欢迎订阅转发 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评论 谢谢大家